17號晚間7點多 高雄有網友在臉書貼出這張照片 說男子一間大賣場發生火警要注意 不少網友留言說剛從裡面跑出來 一樓門口擠滿民眾 大家都很慌張 但同時賣場追廣播 只是消防測試要大家安心購物 消防車來 有煙有很臭 還好 要聞到味道 消防隊到場 發現是一間餐廳變電器 疑似短路冒煙 雖然沒有燃燒 但就有民眾不滿 說消防車明明有來 也有聞到煙味 賣場追廣播說只是消防測試 是不是想故意隱瞞 昨晚消防警報系統啟動之後 第一時間我們立即做了廣播 那同時也派出人員到一樓 去巡查事發的原因 同時也疏散顧客 所幸在幾分鐘之內 我們就確認病未失火 現場未發現火焉 它配合業者至現場勘察 無發生火災的疑慮 後續事項交由業者處理 業者解釋 絕對不是故意隱瞞 第一次廣播型客人趕快離開 但是也立刻確認 是變電箱故障並非失火 才會改口說是消防測試 純粹不想引擎恐慌 當時對民眾來說 台北林森前櫃大火死傷慘重 公共場所的火災意外 讓大家實在不敢大意 記者吳郭甄李承諺高雄報導